《零工经济》这本书出来之后 再加上斜杠青年的推波助澜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变 年轻人不想要进所谓的企业被绑住 一个固定的工作地点 领固定的一份薪水 这个是趋势 这个是没有办法挡的 未来的企业会面对越来越难找人 越来越难有固定的人 然后待时间很久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 不过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 弹性加 那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 它的制度好 但是我想谈的是 如何创造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这种人我们把它叫做组合型工作者 英文叫做Portfolio Workers Portfolio的概念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饼 它有分配的比例 比如说假设你有100万 多少万要投资在哪里 多少万投资在哪里 那个组合Portfolio 这个字眼最常被基金经理人来说明 他说你百分之多少要投这个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买股票定存等等 工作也是一样 你的人一天24小时扣掉吃饭休息睡觉休闲 剩下的时间就是工作 你不可能只有一个老板 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是他有一部分的工作 薪水从A这个领域得到 B这个领域得到 C这个领域得到 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多人有问题说 那我到底要放弃哪个取哪个 这个不用问我 这一定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想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提看 这种Portfolio Workers 它应该从五个垢面 去切入它的组合形态 我把它用一句顺口溜来切入 叫做一钱测学薪 一二三四的一 金钱的钱测量的测 学习的学心态的心 所谓的一 你就一想你这一坨工作里面 有没有首度就第一次去做的工作 因为第一次面对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一定是手足无措 那种首次面对的工作 你可能要付出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它的真正的问题是时间 钱 你这一坨工作里面 哪一个工作是你收入的主要来源 套一句老话 当你没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请你收起你的玻璃心 不要放弃那个收入主力的来源 因为你一旦跟你的合作厂商一言不合 你说你要走 你可能还走不了 因为它是收入主力来源 测 就是你想要测试看看 这个工作你到底行不行 有几斤几两重 这个叫测 学 就是你其实根本不会 但是你对这个工作还蛮有兴趣 想要来学看看 像我学电影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我不懂 我不懂花点钱来学总可以吧 心就是你真心想做的工作 所以我会建议年轻朋友 把你现在所有的portfolio打开来看 有哪些是属于一的 有哪些是属于钱的 有哪些是属于测 有哪些是属于学 有哪些是属于心 不会五种都有 也有可能有一种工作两个都有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是没有的 也没关系 这样子分开来看之后 我只告诉各位一个我的决定诀窍 就是钱一定要有来源 因为钱如果没有来源 你会饿死 其他的来源 你可以稍微分门别类 相关的内容我写在 如何创造全世界这本书里面 这个工作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有很详细的说明 这五种工作要怎么对待 先回答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文献 谢哥 跟各位介绍一本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书 深度执场力 天下文化出版 这本书 其实跟一般坊间的 鸡汤式的书 非常大的不同 一般讲深度执场力 不外乎告诉你几件事 比如说履历表要怎么写 怎么样热情的找到工作 怎么样把自己的专业挖身 怎么在执场升迁 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些 这些全部是老生常谈 作者的背景非常非常的不同 作者是电脑科学的资讯博士 他从理工的大脑当中来解 商科的人文社会议题 其中这本书最推荐各位的一句话 就是热情 一般我们常讲 你要找到你的热情 请问热情怎么找 热情一公斤多少钱 热情在哪里 热情看不到也摸不到 热情无法称重 热情无法卖钱 请问热情在哪里 这本书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话 就是热情的定义 他说热情是不用找的 热情是你重复去做一件工作 而这件工作所产生的成就感 所带来的副产品 叫做热情 举个例子来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帮人家拍照 有一天我就帮人家拍了几张照 别人说哇塞拍的真好 我还想真的吗 下一次再帮别人拍 别人又说哇塞怎么这么好 结果帮一百个人拍完照之后发现 好像我还蛮会拍照 因为我从拍照的重复过程中 找到了成就感 成就感背后带来的副产品 那个副产品叫做热情 各位年轻朋友 如果你参加了很多 类似什么大会 什么协会 听到了很多演讲 告诉你要去寻找你的热情 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屁话 因为热情找不到 你热情要找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多去尝试 而且不要半途而废 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彻底做完 就叫成功了吧 而且这就叫大事 你如果把事情重复做完 而且次数够多 那个过程中找到了一些成就感 副产品就是所谓的热情 热情本身不需要去找 它会自动出现 跟各位推荐这本书 深度之场力 相信你也会喜欢 跟各位推荐这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